遇到一個反彈的現象就是我會暴食 不能吃店門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真的有點像樂界 長期在喝這個檸檬水嘛 牙齦也跟著出血 你可以試試看轉移注意力 就是比方說你晚上6點號 固定去報一個健身房的團體課之類的 早上起來我照著鏡子的時候發現 我的臉好像凹下去了 嗨大家好我是養魚兒Yuna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我的減肥心路歷程 先跟大家說一下我的身高是 169公分體重52公斤左右 其實這幾年我嘗試了非常非常多的減肥方法 今天我就想說我把這些減肥方法整理出來 然後跟大家分析一下各個的優缺點 以及目前我覺得最適合我的減肥方法是什麼 那如果大家對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就趕快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種解食法 也是我第一個嘗試的減肥方法 就是大概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爸爸每天都會幫我買 早餐店那種已經切好包裝好的三明治 所以我每天就是從早八到中午做那個時間 我就把那個三明治你知道 一層一層的撥著吃 中午的時候雖然我們家有帶便當 可是我可能就會只吃菜或肉 然後就把它丟掉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會不吃 嗯我覺得我的解食方法是 蠻極端就是吃的非常非常少 撐個三四天就會遇到一個反彈的現象 就是我會暴食 然後甚至吃到停不下來的時候 我眼淚起來掉下來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好糟糕好糟糕 所以只能說我那個時候的體重 嗯沒有減少反而不停的升高 之後呢我就慢慢對減肥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嘛 然後也開始了解到了就是 食物裡的各個營養素 然後也才明白 欸以前我認為說我一餐只有吃一個小麵包 熱量很少這件事情根本是假的 所以我後來第二個常吃的減肥方法就是 嗯所謂的 戒澱粉減肥法 嗯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之前真的是 有一點點對糖上癮 所謂對糖上癮就是 我非常非常愛吃澱粉 嗯我告訴大家知不知道 萊姆有一陣子有賣那種 像臉一樣大的菠蘿麵包 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我每天都要一個 我可以不吃其他東西但我每天都要吃一個 然後我甚至就是 晚上的時候白飯也是吃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後來檢討為什麼 為什麼後來胖了105公斤左右 其實我檢討的原因真的是 因為我吃了太多太多的精緻澱粉 所以嗯我開始嘗試 戒澱粉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我來說 一開始非常非常痛苦 因為不能吃澱粉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真的有點像樂戒 我不誇張 可是我那時候心理壓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這個減肥方法很快就讓我看到成效 呃我的腳開始沒有像之前那麼的水腫 體重也有蠻明顯的下降 可是其實完全不碰澱粉這件事情 是會讓人感到猶豫的 所以我那時候的情緒非常的低迷 然後很不開心 甚至也有爆哭過 所以我後來撐不了太久 我又放棄了 簡單的就是我又陷入了 另一個惡性循環裡 所以 嗯 接澱粉減肥法我覺得 是有用的減肥方法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只是 不要像我一樣那麼極端 第三個是 喝檸檬水減肥法 其實我會嘗試這個減肥方法 也是 研究減肥到已經進入一個養生的境界 所以 嗯那時候的方法是 空腹 然後每天喝檸檬水 之外 嗯我就會自己泡一杯很大杯的 然後帶到學校去 從早喝到晚 就是一整天 其實喝的水都是檸檬水 我個人覺得 它的成效是 目前為止我覺得 效果最好的 因為 我嘗試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我上了非常多次廁所 排除之後 我身體輕鬆很多 體重當然也有下降 重點是我覺得整個皮膚 氣色都很好 可能也是因為我喝了很多的水 但是 確定來了 缺點就是 因為 呃檸檬水其實 是屬於酸類的 然後在空腹的情況下喝 呃是傷胃的 所以我那時候 曾經一度有 喝到味噌血 然後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我上出來的東西 很黑很黑很黑 然後感覺有點像柏爾路上面那種瀝青 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就是毒素吧 甚至有牙齦也跟著出血 所以 雖然我覺得這個 減肥方法 是 不錯的 但是 也是跟 剛剛的建議一樣 大家不要像我那麼極端 第四種 就是我剛剛統稱的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的 減肥方法 所謂的什麼 過午不時啊 晚上6點後不時啊 或者說不能吃炸的啊 不能吃甜的啊 我統稱把他們稱為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減肥方法 其實每一個我都有吃過 但每一個我都失敗 為什麼 嗯 因為 我覺得我是那種 別人越是告訴我 你不能怎麼樣 我就 腦子會越想要去做的人 我可能平常 宵夜時候不會特別的 一定要吃東西 可是如果今天你告訴我說 欸 10點後就不能再吃 我可能在10點的時候 就會突然好餓 所以呢 這些減肥方法 對我來講 是很容易失敗的 我又會 呃 因為太過壓抑 然後導致一個 暴食的現象 重新進入剛剛講的 二性循環裡面 其實就是我現在要介紹的第四個 間接斷食法 但是我 當年在實行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知道 我正在做這件事情 只是因為有一陣子 我大學 在 準備一個表演吧 就是那個時候 非常的忙 我一天就吃一餐 然後每天都在練舞 運動量很大 就有一天早上起來 我照著進食的時候 發現 我這臉好像凹下去了 可是 因為我那時候外宿 並沒有體重機 所以我並不知道 我確切的體重是多少 但是從進食裡面 我可以感覺得出來 有點瘦了 然後在那之後 就是大學時期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回饋我的生產 雖然不是說那麼極端 一天只吃一餐 但我就是會 延後我進食的時間 一天只吃兩餐 第一餐大概是 早午餐那個時間 因為我是那種 一覺起來一定要吃東西的人 然後第二餐我可能就會 可能六點 或是可能甚至十點 就是 對 最後呢 我有幾個小建議 想要給 想要減重的人 其實第一個就是 你要找出適合自己的減肥方法 關於我今天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只是一個參考值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生活環境不同 我適用的減肥方法 可能不適用於你 但是我剛剛講到的那些 我覺得不適用於我的 說不定適合於你 或者是你也可以綜合一些 不同的減肥方法 理出一套最適合你的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第二點是 一定要保持一個愉悅的心情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我之前減肥失敗的原因 其實都是因為 我給自己的壓力太大 我幾乎每天都會量體重 其中肌上面的數字 多個0.5公斤 少了0.5公斤 對我的心情影響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可是其實在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我的體重 越是不容易下降 第三個是 我覺得要把 因為減肥是一輩子的事情 所以把減肥這件事情 變成你的一種生活習慣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一直覺得自己減肥失敗的人 可以先從生活中檢討起 比方說你是不是其實是一個 抽屜裡常常常常零食的人 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你那個抽屜裡的零食丟掉 或者是說你今天想要養成一個6點後不要吃晚餐的習慣 那你可以試試看轉移注意力 就是比方說你晚上6點後固定去報一個健身房的團體課之類的 當你轉移注意力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覺得自己正在減肥 然後很難受 也比較容易堅持下去 最後一個呢就是大家都會講的 多運動 雖然人家都說減肥 三分靠運動七分靠飲食 但我們剛剛飲食的部分已經有提到了 運動的部分是能夠真的很有效的幫助我們 整個人身體的代謝 不管是有氧或者是無氧運動 都建議可以去多做一些 有氧運動雖然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很有效的 去燃燒我們的脂肪達到一個減重的效果 可是一旦一段時間沒有做減氧運動 其實你燃燒的脂肪會 因為你某一天多吃一餐就不會去了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有做重訓的肌力訓練 其實當你身體有了一定程度的肌肉 那些肌肉會幫你在你沒有特別做什麼事的情況之下 燃燒你的脂肪 也就是提高你的基礎代謝 這樣的話其實你的減重效果會更加倍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覺得我今天這支影片是有幫助的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 来 来 来